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脑出众的不可控危险因素 首先是年龄 大量研究证实 衰老是脑出众发生局域后不良的最大危险因素 我国目前脑出众平均发病年龄 女性67.6岁 男性65.5岁 并且脑出众的发病率与年龄成正相关 即随着年龄增长 发病率逐渐增高 并且老年人群的发病率大于中年人 而中年人群的发病率又大于年轻人 45岁后 初学性脑出众的发病率逐渐升高 55岁以后 脑出众发病率每10年翻一翻 脑出众的第二个不可控的危险因素是性别 有研究显示 我国男性群体发病率一般高于女性 其原因可能与脑出众 其他可控的危险因素存在性别差异有关 例如 在我国 成年男性的吸烟率为52.9% 远远高于女性 2.4%的吸烟率 第三个不可控的危险因素是与遗传相关的家族死 如果父母双方直系亲属发生脑出众或心脏病时 小于60岁 即可归为有家族死 研究表明 有处众家族死的人群 患病风险大约可增加30%左右 而有心血管疾病家族死的人群 处中的患病风险也会增加 例如 心源性脑酸塞的遗传性可达到32.6% 第四个不可控的危险因素与种族有关 与白人相比 一般亚洲人的脑出众患病风险更大 这可能与不同种族的遗传因素以及社会因素 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差异 都有直接相关性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脑出众可控的危险因素 在前面介绍的脑出众可控的十项危险因素中 高血压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目前 我国约有三亿成年人高血压患者 他的人群归因风险高达54% 以缺血性脑出众相比 高血压患者发生初血性脑出众的风险更高 糖尿病是脑出众独立的危险因素 研究显示 糖尿病患者发生脑出众的风险 是非糖尿病患者的1.8至6倍 而脑出众可造成约20%的糖尿病患者死亡 并且糖尿病合并脑出众的患者 发病年龄成年轻化的趋势 血脂异常也是脑出众独立的危险因素 我们知道 血脂是血液中甘油三脂 胆固醇 磷子与油泥脂肪酸的总称 脂脂本身不容易水 它们必须与蛋白质结合形成脂蛋白 才能以溶解的形式存在于我们血浆中 根据脂蛋白密度的差异 可分为乳蜜为例 极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中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和脂蛋白A 当总胆固醇水平升高后 缺血性脑出众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而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后 却可降低缺血性脑出众的患病风险 与其他缺血性脑出众亚型相比 血浆 胆固醇水平对血栓性脑梗塞的影响更大 在防灿半膜性心脏病种 当心肋酸子脱落 对血液循环进入脑部 阻塞脑血管 是引起新原性脑酸塞的主要病因 在1999年至2014年的15年期间 我国人群心肪灿动相关的缺血性脑出众发病率增长了至少2.5倍 2018年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防灿患者的脑出众患病率为9.48% 显著高于非防灿患者的患病率 因为后者只有2.26% 吸烟 包括被动吸烟 也是脑出众主要的危险因素 与不吸烟人群相比 吸烟人群的患病风险增加近一倍 而戒烟后患病风险迅速降低 排斥其他危险因素后 被动吸烟者的处中患病风险可增加30%左右 脱量饮酒可导致血消板功能和淋血功能的障碍 以及潜在的血管内体损伤 是脑出众独立的危险因素 不健康隐私是脑出众公认的危险因素 我国居民食盐的平均日摄入量为10.5克 远远超过我国膳食指南建议的 人均每天6克的标准 此外 脂肪和糖的摄入过量 而碳水化合物摄入比重下降等 都导致了我国居民的不健康饮食 此外 操纵和肥胖与高血压 糖尿病血脂异常等脑出众的多项危险因素 密切相关 是脑出众重要的危险因素 身体质量指数 BMI 是用体重的公斤数 除以身高的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 当BMI大于等于28为肥胖 大于等于24为超重 此外 当腰筒底及腰围和腾围的底值 男性大于0.9 女性大于0.80 表明身体的内脏脂肪堆积异常 整单位 浮行肥胖 也是处中的危险因素 体力活动不足 是脑出众独立的危险因素 我们知道 合理的体力活动或锻炼 与我们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 与缺乏锻炼的人相比 积极锻炼人的处中患病风险可降低 25%至30% 这可能与锻炼人降低我们的血压 降低血糖 减轻体重有关 最后 心理因素也是脑处中的危险因素 研究证实 心理压力波大 可增加大约30%的总体脑出众风险 抑郁可增加大约35%的总体脑出众风险 以出众后不败有抑郁的患者比较 出众后的抑郁症患者 在一年内的脑出众突发风险 会增加49% 国内外大量的流行病血研究表明 全球90.7%的脑出众 与上述十项可控的危险因素相关 在中国 这些可干预的危险因素 可解释我们高达94.3%的全部脑出众 其中包括95.2%的缺血性脑出众 和90.7%的出血性脑出众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早期识别脑出众的危险因素 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消灭或减少其影响 是可以有效预防脑出众的 谢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观看